我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牢丝的含量有点太高了 哇 大佬来我们小区吃饭一个 不操 两个大佬 不操 我这个键排侠又要来发表一些谬论了 你这一千多万让我选 我还是选坏人好不好 小区发达了 属于是 这个3333的牌照我好像之前拍过 冬天的时候在那个滑冒附近 这还有一个插电版的奔驰S 刚上市的时候要180万了 可能是拍不到后排吧 我们今天去的家里中心在静安区南京西路上 这条街应该算上是亚洲的时尚中心了吧 所以这里能在这边看到非常多有意思的车 这条街另外一头是个横隆网场 你可以在我的视频经常看到它当背景版 我感觉它销量不怎么样 因为我路上都没怎么见到过 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都是12的 什么叫卧槽 距离我上次看到 开破卡已经过去了半年了 918还是帅的 暴打一点 918是Hybrid的 我想说宽一点 2米多少 我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牢丝的含量有点太高了 这有个GT3RS 这GT3RS可能还带了一个套件吗 还是带套件 它是带套件 微塞的套件 这车还能上路啊 我估计它是做那种做旧的 这个不会是那个BV 有可能是BM前面那家 就艾弗陆那家BM网红店 那个Defender 原先被贴了很多条 后来警察不让继续贴了 我想我想念CAH也不要是什么意思 China王 极灰了呀 这是Black Bash 老汉青草鞋 牛皮 这谁写啊 这谁敢乱写 小招 机会来 我可没写啊 我可没写啊 这是什么 有点意思 没见过 还是同颜色的要因 不光是有两面 您猜怎么着 老北京今天改孔了 这里还有一个M3 新的大B控我觉得挺好看的 看久了就觉得正常 对啊 这个排系 对啊 这个排系啊 我现在车找不到了 这家里中心地方太大了 我操 它有三个区 南区 北区什么的 我上次来家里中心找的那个地窟 就感觉跟今天的不太一样 那地方就感觉烧场地窟 就很大的一块 里面就有488 然后还有什么凯雷德啊 还有一个白色的918 就停在那个电梯旁 电梯间旁边 然后就整个地方都很宽敞 今天就没有遇到 就感觉走错地方了 好了我们现在上地面来了 家里中心旁边就是 金安香哥里哈 如果大家有机会 可以来这里停车场看 来碰碰运气 有可能会碰到hypercar 我就说LX570就是这车还挺少见的上海 北方可能都会佳降王 LX570现在落地要300不到 下来就一个FL LX870 哎呦这还有一个领事馆的宝宝 183领事是哪个地方 我去查一查 这也是个道 好像竟然这边特别喜欢要饮这个系列 这还有一辆高盒啊 还有怎么买这车 这有一个O吗 我跟它是W12 我这边不认错 这边不认错 我不知道这是天魔吗 这个气好漂亮 C23S 我看一下它M3墨去 全卡 我看一下 M3 M3 2 3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